委員尤美女等23人提案 第45條 增列第二項 文字為 前項居住權之內涵 應參照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力國際公約 所揭示之 氏族住房權 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力委員會 所作之相關意見與解釋 第一項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尤美女等23人提案 增列第46條之一 各級政府核定之重大計畫 或各級機關所為直接或間接之開發行為 應依下列規定行之 一、進行事前評估 確保拆遷符合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力國際公約 及其一般性意見之規範意旨及比例原則 二、確實提供安置替代方案 採取一切適當之措施提供替代之住房、住區或有生產能力之土地 三、提供相當之賠償 四、未尋求前兩款之適當方案應充分協商 除前項各款規定 如有基本權因開發之拆遷有受侵害之餘者 各該機關應鑑行下列法律程序 一、使所有人得於拆遷前合理期間內 得到關於遷移行動及所騰出之房地 其將來用途之資訊 二、使所有人有真誠磋商之機會 三、預定遷移日期前給予所有所有人充分合理之通知 四、明確定有負責及執行遷移行動之政府官員 遷移時該政府官員或其代表需在場 五、非得利害關係人之同意 遷移不得於惡劣氣候或在夜間進行 六、因為救濟之教室 七、協助請求救濟者法律服務扶助之申請 委員尤美女等23人提案 增列第47條之一 人民因各該機關違反第46條之一 任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 得進行提起行政徵送 免經訴願程序 人民因各該機關違反第46條之一 任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 得向法院申請停止執行 行政院提案第54條 增列第二項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佈日施行 第一項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嚴寬恒等17人提案 與行政院提案相同 土地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陳數月等19人提案 刪除現行法第9款 將第10款改列為第9款 並刪除第二項條文 第三項條文 委員中嘉賓等17人提案 第16條私有土地所有權之移轉 設定負擔或租賃 違反憲法或法律者 中央地政機關得以法律限制之 委員黃昭順等21人提案 第25條中 刪除並經行政院核准等字 其余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陳超明等21人提案 《營造業法》第七條修正草案 第一款文字修正為 自領有土木、水利、測量、環工、結構、大地或水土保持 工程科技師證書或建築師證書 並修習土木、建築相關課程一定學分以上 據二年以上土木、建築工程經驗之 專任工程人員一人以上 其余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尤美女等人提出修正動議 第46條之一 各款中所有人均修正為利害關係人 其余維持原提案條文 委員鄭天才等提案 土地法第十四條刪除第一款 第二款至第四款 修正為第一款至第三款 一、天然形成之胡澤而為公共虛用者 二、可通運之水道 三、城鎮區域內水道胡澤 現行法第五款至第八款 修正為第四款至第七款 修正後第八款為其他法律禁止私有之土地 其余維持現行法條文 土地法第25條修正動議 將現行法中並經行政院核准等字刪除 增列但書文字為 但經依原住民族基本法 或其他法律規定 劃設為原住民族土地者 不在此限 其余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趙天麟等四人提出 住宅法第十二條之一 修正動議 第十二條 房屋所有權人 將房屋出租與依本法規定 接受政府住宅租金補貼者 於房屋出租期間所獲得租金 免併入綜合所得總額 課徵所得稅 前向免併入綜合所得總額 課徵所得稅 實施年限為五年 宣讀完畢 我們現在都五條文都先讀完畢 那我們就到下面來協商 我們先從住宅法開始 然後現在就是 還 李文 對 對 我們講一下 因為住宅法的部分民進黨會有一個黨版 整個住宅法的修正 那要不要到時候再一起 你們的住宅法什麼時候會進來 應該這個會期會進來 這個會期就進來 這個會期會進來 但是這個還要放到那個時間嗎 我覺得 其實解決不完 解決不了真正的問題 由美女委員還有顏匡委員 願不願意等 我是想沒有關係啦 先修好了以後 如果民進黨的進來 我們那個時候再來一次嘛 沒有關係啦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 不從物啦 也不影響啦 有共識的先修啦 那個有問題的 我跟你講行政單位 都很麻煩的 有時候他說一個會期要進來 都三個會期才進來 那有的時候就影響蠻大的 所以我想 只要 因為 住宅法其實沒有很大的差異啦 就目前 今天要修的條文啦 所以我們先講今天要修的條文 有共識的我們就要讓他過嘛 好不好 那等民進黨進來我們再來處理嘛 好不好 主席是這樣 這個會牽涉到病案不病案的問題 這個牽涉到病案不病案的問題 這個牽涉到說 因為我們現在要病案不病案 怎麼會在我們這個 委員會做管理嘛 那如果 但是說 今天 今天這不等 現正義 還是說 今天的版本 林進黨的版本 那這個案 去 協商二度的選擇 變成單獨一個案 那那個其他 又 陶瀨区的 可能再一個案 那個沒關係啦 好 好像處理 林竟然你在審査進去 沒有人說你有版本啦 啊你現在等 都先打了 我是不意見 我是提供參客就說 好 我是想沒有問題就會啦 好 好不好 來 現在是 委員的是30%啦 看看大家有沒有意見啦 加打30 沒關係啦 30% 20% 打得也當討論嘛 好 那個30% 那個按照 政力軍委員的意見 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就修正通過 他是 三分之一 跟二分之一 我們就二分之一 修正通過 所有全人 原貨案委員提的啦 他說 十四年限為五年啦 第一年來 租金併入中和所得 總和課增 都全部免稅啦 這可能請財政部說明一下好不好 那個請財政部 好 就是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就是有關這個 房東他拿到的一個 相當的一個 租金補貼的部分 不記錄這個 他的租金的收入來課稅 這個這個部分基本上是 是是是願版哦 那剛才有 趙委員有提案 是不是建議把他擴大到 全額免稅哦 那我們如果把他擴大到全額免稅 我們如果用這個 內政部他邊的預算 6.1萬戶 然後一個月 1萬塊租金 然後有12個月 然後再加上 我們目前的租金呢 有43%的成本費用 可以讓他減出 也就是57% 是 57%的收入是寄進來的 好 那以下的這些人 大概比較沒有房子 是可以去出租 所以我們如果是從這個 試用邊際稅率12以上的 這些去算他的有效稅率的話 大概是有9.58 那我們這樣整個算出來的話呢 一年的稅損大概就有到 4億左右 那在願版的部分呢 願版的部分我們目前是用這個 4000塊 然後是用2.大概2萬5600戶左右去算 然後 5千 就是大概5千萬左右 所以就是說 我們現在如果把那個 租稅減免的範圍把它擴大 馬上到的部分 就是一個稅收損失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知道是說 這個房東基本上 還是一個相對的一個經濟比較弱勢的 所以你這部分的 收入讓他 比較大的免稅 其實在 某種程度的外界的觀感 不是很好 那當然就是說 你要透過不用繳稅 要來整個去鼓勵到整個租屋市場 跟這塊 單單 靠稅的部分 很想絕對是比較沒有辦法 其實比較具體的作為 其實還是要其他的配套 租金 就是說 房東假設有100萬戶的情況之下 事實上我們能夠掌握 客道的也已經有7成了 那現在等於某種程度是把我們現在好不容易 已經就這個 不論你出租給誰與否 我都拿來客稅 那自動等於又把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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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磕稅的權又通通讓出去 所以有關這塊 我們是不是 還是能夠維持願版的版本來通過 以上說明 天理委員 好 謝謝 其實應該我們還是要回到說這個東西的立法目的 這個目的其實就是要藉著 這樣的一個租金鋪貼 達到社會住宅的實質效果 也就是說我們政府不管是20% 30% 你還要找地還要面對地 社區的溝通 然後還要把房子蓋起來 那邊緣的預算跟時間成本都遠遠不是那個所謂的 4億元 更何況那到底是不是4億元 剛才你隨便念一念 我也不知道你計算的基礎有沒有錯誤 我待會兒會再問 那所以我的看法會認為說 其實內政部提這4000 也就是在增加誘因 那為什麼要增加誘因 就是因為 現在的財政部 跟我們的政府 對於 租房子的這樣一個實務上的黑數無法掌握 所以我兩個問題要請教 第一個就是說 您剛算的4億是 是站在內政部的6萬1千戶 假設我們把它全部的 算的這個基礎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你說 你們現在已經可以掌握到7成 那那個母數到底是多少 你的黑數都掌握不到 你怎麼可以算得出7成呢 你知道嗎 這意思 我是說假設 因為剛才有好幾個委員就是說 可能大概有80萬戶 或有100萬戶 那我不是順著委員的意見 就是說如果假設 我們現在的潛在市場的租 有100萬戶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102年度 事實上也大概有70萬的部分 事實上已經有把它抓進來瞌睡了 我是順著這樣的一個 一個假設下來 所以我只是提醒一下說 這樣的順著是很不科學的啦 也就是說 其實現在廣大的租屋市場 就我個人 真的從以前當議員到立委 實質的了解 相當多數的契約都是假的 相當多數的那個租屋的事實是 你們所掌握不到的 所以我們才會有提出這個東西 要給人家補助 你要知道他們的困難重重 他聽到說是弱勢的 剛才很多委員都有垂巡了 他就不想租了嘛 然後就算是我全額免稅了 他還要拿出去 讓你們掌握到 他其實也不太會想租 那所以你